我有一个做了两年孔愿志愿者的朋友 那在今年的三月份呢 他会回西宁 我会计划跟他做一期关于对外汉语专业 汉语国际专业以及孔愿志愿者有关的视频 嘿,我是阿图,好久不见 这个星期呢是假期的最后一个星期 过完这个星期我又要回到马步挺皮工作的一个状态了 如果你对对外汉语学习和留学感兴趣的话呢 你可以关注我或者给我留言 这期视频主要跟大家聊一聊 教中文有多难 换句话说,做中文老师有多难 我在微博上有发布类似的贴文 国内的语文老师给我留言说 在国内教书也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每天也会被课到非常晚 也有各方面的压力 我在这里想要澄清的一件事情 就是任何一个职业都有它不容易的 不为人知的心酸 我在这里只是作为一个海外的中文老师跟大家谈一谈 我这份职业不容易的点在哪里 所要具备的能力有哪一些 这期视频主要分为两个部分 在学术方面需要有怎样的要求 在生活上会遇到怎样的困难 在学术方面呢,需要知道语言的多样性 也要有一定的语言的要求 在多数的中文老师需要掌握英语这本语言 有的老师也会被要求掌握学生的其他的英语言 比如说日语、泰语、马来语、印尼语 还有西班牙语等等等等非常多的语言 在这里呢,也跟大家稍微聊一下这么一个话题 为什么在中国的外国人他们教英语 不需要有中文的要求 但是中文老师在国外教汉语 却需要掌握至少英语这本语言 在这方面我没有做过非常多的学术类的调查 但是呢,在我读研究生的时候 也跟其他的语言老师 还有我的导师讨论过这个问题 那我们得出的结论大概是这样的 不是很学术的讨论 就是很casual的一个讨论 我们可以在哪里可以看到这些老师 在教雅思、托福之类的教育机构 或者在国际学校 跟其他国家或者地区有合作的班级或者学校 在这样的地方 我们才可以看到英语为母语的英语老师 在这样的学校或者班级里呢 学生的声源不是就很好 所以学生可能至少有一定程度的英语的水平在 所以他们可以接受完全的沉浸式的英语教学 他们的素质、家庭对教育的重视度 也会比其他的学校和班级要稍微高 对于学生的纪律方面 课堂管理方面的掌控会比较容易 相对于海外的中文老师 我们无论是在教育机构 还是在学校里面 就长均学校里面教学 都会遇到的一个困难 就是课堂管理 因为学生对于老师的这种尊重程度 跟中国或者其他亚洲国家是大不相同的 教师只是一个职业 而且是一个天下福利的一个职业 老师真的需要非常多的skill去管理课堂 第二点就是老师所要面对的挑战就是普通话 教中文 我们现在教的大多数教的是普通话 当然也有班级是教广东话的 我们教中文教普通话的这些中文老师来说 我们自己的普通话不一定标准 像我在录视频的时候 其实我是非常放松的一个状态 大家去看我现在的视频 就我以前的视频 会发现我很多普通话是在语法 发音方面存在非常大的问题的 大家听得懂就好了 但是在课堂上 我要用非常标准的普通话 给学生交流 像有的老师本身自己有方言的干扰 嘖嘖分不清楚 照舌拼舌分不清楚 前皮后皮也分不清楚 学生的中文水平跟老师的普通话水平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 下一点就是很多国家和地区上海话和广东话非常流行 在那个国家出生的华人后代 很多人在家是讲广东话和上海话的 他们可以听懂一点点中文 但是他们完全不会讲 因为我的老家跟上海特别近 我们的方言非常接近 所以我是完全可以听得懂少代话的 虽然不大会讲 广东话我是后来学的 学了广东话 而且可以用广东话跟学生做简单交流以后呢 我发现持生关系会变好 而且在教中文的过程中 可以把这些方言和标准普通话做一些连结 比如说有哪些意义与同 在教学的过程中也可以增加一些趣味性 接下来是简体和繁体的挑战 中国大陆的学生是从小学习简体的 那我从小也是学简体长大的 我非常感谢我从小到大的老师 给我灌输的思想是 繁体自我要会看得懂 会看得懂的这一个标准 到我现在自己开始教中文以后 也受益颇多 很多来自大陆以外的学生 他们在自己当地是去多一点点中文的 但是他们学的是完全的繁体 看他们的座椅是完全没有上来的 在批改他们的座椅的时候 我也会尝试尽量写繁体字 帮助这些学生去掌握他们当地的文化和当地的语言习惯 我的中文老师对繁体是一窍不明的话 可以试着去了解一下 不是说100%必须要掌握白题字 至少要会看得懂经常出现的这些孩子 学术的第二点是本体知识 我是在国外读的中文和教育专业 所以我对本体知识其实是非常欠缺的 对外汉语专业和汉语国际专业毕业的同学来说 当然这里算是你们的强项 很多同学通过了考试以后 就把本体的这些书啊 知识啊 全部抛到党后了 但是到后来教学的时候 我发现这些问题就是这么非常有用 要不断地去回顾这些问题 就是很多台湾的中文老师跟我一样 是没有很系统地去学过中文的 包括字 词 句 段落 汉字的演变过程 中国的历史 文化 我们是没有很系统地去学习的这么一个机会的 所以我在教学和在听别的老师上课的时候呢 我就发现他们的语法写字的笔画 对于那个汉字的拆解 就是汉字的结构啊 偏袍啊 是用非常大的误解的 不知道是因为他们的误解 还是因为我自己造成了非常大的误会 比如说这本一句话 这本书大概20块钱左右 这句话在中国大陆小学弊的小学生来说 这句话都是用语弊的 大概和左右是很相似的词不能同时出现 大概20块钱或者20块钱左右就可以了 但是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汉语老师 觉得这句话是完全正确的 学过汉语和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同学来 帮我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这句话是正确的吗 第二个点就是刚才提到的汉字的笔画结构和偏旁的问题 比如说因为的为 这个字你们的笔画是什么样的 反正我的老师教我的笔画是跟最新的 新华字典里的笔画是一样的 有的同学他的笔画就是会说不上来 反正每个人的笔画写出来都不一样 这个在以后的教学里面 如果你要教学生写笔画 教学生结构 字的篇调的方面 其实也会误导我们自己的学生 第三点就是教材问题 我自己创建了一个对外汉语教师群 经常有老师在群里问有什么好的教材 我教了大概三四年中以后 我发现在初中小学幼儿园教成人的时候 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教材的 像我们在中国大陆学习的话 我们会知道我们每一门课都是有固定的教材 我们才可以去参加图一的考试 但是在澳大利亚很多语言课是没有固定教材的 我们只被要求说哪一个topic是需要在考试里出现的 我们老师自己去准备吧 学生的背景状况不同 所以没有非常适合学习的教材 很多时候我们需要自己编教材 自己去编练习题给学生够练习 备课方面 中文老师也会非常头疼 像国内教任何语门课 都会有一个类似于教研组 或者其他同一个科目的老师在一起备课 但是在国外是不可能的 有的学校可能只有一个中文老师 就没有人可以讨论 当然有的学校中国学生比较多 中文老师也会比较多 但是大家教的年级 学生的程度是不同的 所以也不能一起备课 第四点是考试的问题 中文考试大家比较知道的是 HSK普通话考试 还有当地的中文考试 像我刚才说的因为教材问题 所以在准备这些考试的时候 给中文老师带来了非常大的难度 第五点是课堂活动 因为学生的背景文化不一样 而且这些不一样的背景文化的学生 可能会在同一个道具出现 我们很难找到一个 是所有学生的课堂活动 第六点是学生的背景 我在以前的视频 到底有谁在学习中国话的视频里 有谈到过这个问题 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视频 如果是从国内刚刚过来的这些中国学生 我们教的内容会比较像国内的语文教学 教求老师有一定的写作方面的能力 因为你要辅导学生去写作 国外的教学比较重视实践方面 以及对某个问题的看法和解析能力 所以在写作分析文章方面 老师自己本身要有这个能力 才可以去辅导学生 第二就是中文老师也是语言老师中的其中一员 我们也要知道就怎么去教语言的一些方法 第二是生活方面有哪些困难 第一个就是要了解当地的文化 并且要把课堂的内容和当地的文化做结合 第二点是要有一定的动手能力 比如说剪纸、毛笔书法、折纸之类的 这些比较传统的中国技艺 中文老师就算不是非常擅长 也要花时间去学习一下 在一些文化节日还有再增强课堂气氛方面 可以用上这些手工方面的活动 学生会非常非常爱这些活动的 第三点是其他的才艺 唱歌跳舞舞数这类的才艺 如果有的话是最好 如果没有的话也没有关系 如果在小学和幼儿园教书的话 尽量会唱一些比较传统的中国的儿歌 第四点就是信息的更新了 是需要有信息的敏感性 我们要知道最新的关于中国的新闻有哪一些 这些新闻有的是可以用在中文为背景的学生的课堂里 跟他们来讨论一下这些新闻背后的一些信息 来解析一下这个新闻 还有就是中国与当地有关联的新闻 如果是澳大利亚的话 来解析一下中澳有关的信息 还有文化交流方面的内容 中国最新的电影、电视剧、歌曲有哪一些 中文老师也要就非常勤快地去更新这一方面的信息 第五点就是课堂管理的实生关系 我之前也已经谈到过了 因为国外文化背景的不同 他们对于老师的概念就是一份职业 没有其他附加的意义 老师不要过分地要求学生多么地尊重老师 在课堂管理方面 确实需要准备一期非常非常长的视频来解释什么叫做课堂管理 第六点就是信息技术 有的时候减成ICT 老师需要知道最新的电脑 哪一些电脑软件可以帮助教学 从幼儿人到高中都有遇到过 有的学校就是用iPad或者电脑来教学 老师需要知道哪一些教育软件可以运用在课堂里 那其他的话呢就是包括教育心理学家庭教育 关于任何的教育教学有关的知识 如何应用新闻中文老师最好也知道一下 刚才所讲的所有内容是我平时在生活在工作的时候 不断的去吸取和收集的信息 还有需要锻炼的能力 当然不是说所有的这些能力都是你自己都可以拥有的 我们需要慢慢的去摸索 如果你知道了这一些在中文教学中的困难 而且还要对中文教学非常有兴趣的话 那你真的是需要拥有更大的热情去做这件事情 就先祝大家一切顺利 视频的最后跟对外汉语、汉语国际专业 还有其他想到国外做孔愿志愿者的老师说 一个好消息 我有一个做了两年孔愿志愿者的朋友 那在今年的三月份呢他会回西尼 我会计划跟他做一期关于对外汉语专业 汉语国际专业以及孔愿志愿者有关的视频 大家对这些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想要了解的 想要我们在视频里面解答的话呢 都在下面给我留言或者给我私信 我还是蛮期待跟他做的那一期视频的 我也可以了解一下在国内学习对外汉语和汉语国际专业 需要具有怎样的能力 需要准备哪些东西 那他在做孔愿志愿者的时候呢 又遇到怎样的挑战又怎样的收获 那我们大家就一起期待一下吧 那感谢大家看到最后 我们下期见拜拜